歡迎回到就要體育新聞的新聞現場 來關心高中排球聯賽 六強決賽男子組部分 麥寮高中第一場比賽對上的是曾文農工 對 那麥寮高中的前排進攻表現超火燙 最後是以3比1獲勝 也繼續將對史最佳名次往前推進 犀利的中拋扣殺打得對手無力招架 穿穿黃黑色球衣的麥寮高中 在高中排球聯賽六強首陣 展現華麗的前排攻勢 不管是時間差 被飛還是快攻 都是超水準的演出 最後以局數3比1擊敗睽違兩年 衝反六強舞台的曾文農工 順利晉級到準決賽 這一次說真的 我們有加強去練習 這些小孩子其實這次表現得真的很棒 就只能跟小孩子說敢打 因為畢竟他們這一屆都已經三年級了 對 拿出他們三年級的實力出來 麥寮高中去年在下第七名 已經寫下對史最佳記錄 今年全隊又把記錄推進到四強 全隊士氣高漲 就算下一戰要強碰衛冕軍 逢源高雙 麥寮高中也沒在怕 我們大部分都從國中就開始同學了 就 國中就沒有打出什麼好成績 然後就拼拼看了 對手很多都是他們同學 同鄉的應該也不想輸 球試圓的比賽不打不知道 麥寮高中全隊都散發出 無比堅強的自信 準備好四強要在球迷面前 繼續展現流暢華麗的進攻 強勢挑戰豐源高尚的王者地位 聯合報系更私入甘榜捷 未屬於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